我们的矿液餐主要是有猪、牛、鸡、海产类、鱼、虾 还有有些均衡的营养 所以我们会有鸡蛋 这里不是餐厅厨房 而是冰仙食品批发公司食材包的工厂 这间公司原本主打帮餐厅提供食材 不过在疫情之下订单跌了一半 于是辅边镇推出为二人家庭而设的七日抗疫套餐 为每日三餐包装食材 包括运费价钱是七百多元 客人亦可以按需要加够食材 老板说设计这个抗疫套餐 希望既可以带来生意 亦可以帮受疫情或隔离影响 而出不到街买菜的家庭 都会对很多人需要居家隔离的话 他们都会关心 就是说哪里买东西 我们都用了药物半个月时间 去到二月中 我们都差不多设好餐单 以及已经准备了些什么食材 去到差不多二月尾 二月二十多日正式放上网 这一日他们就送食材 去到将军澳的一个家庭 老板说到部之后 会要求员工做多一个动作 我们都会准备一些防疫的保护衣 face mask 和手套 我会给我们的运输 让他们去保护自己 令他们不会那么容易染疫 遇到送货地点是确诊大厦 上不了楼 便会联络客人之后 交给管理员暂时保管或转交 有些过往 帮衬我们食物网 订购货品很多年的客人 他们都打电话来给我 就说 知道我们在做这一件事 他觉得很感动 觉得我们很帮这个社会 不如这样吧 你们有没有户口 他想捐一些钱给我们 帮助我们去做这件事 我跟他说 其实都不用了 我们都是 憑着良心 都是想帮社会做事 所以这件事 会令到我都挺触碰的 Louis就说 未来想着走多一步 不单只做网上服务 还想着做满市